大家好 下面学习组装创客伙BBboard210创业机产品 BBboard210机架默认这里是机头方向 按照Klinfly电机对应顺序 1号电机 2号电机 3号电机 4号电机 红色帽子电机是正转电机 对应1号和4号位置 黑色帽子电机是反转电机 对应2号和3号位置 BBboard210配置的螺钉有 M3x20、M3x14、M3x6三款 固定安装电机使用M3x16螺钉 以安装4号电机为例供大家参考 4颗螺钉紧固 4号电机固 4号电机 按照正反电机对应顺序 紧固其他3个电机 安装电条前 先预测电条所占的空间有多大 根据经验 BBboard210电机线 需要预留2厘米左右 用剪钳把多余的线材剪断 5号电机 5号电机 依次安装 如果在后期测试过程中 发现电机的转向 与CleanFly要求电机的转向不一致时 只需任意交换电机与电条两根接线位置即可 这里是电机与电条安装完成效果 下面介绍分链板的安装 用四颗尼龙螺丝螺母固定 机架底板 放置分链板 这里解析一下 这边是12伏的输出 这边是5伏的输出 GND是负极 5伏是正极 GND是负极 12伏是正极 5伏为飞控供电 12伏为图传和摄像头供电 XT60的线焊到正和负 电条的供电端 红线对应分链板的正 黑线对应分链板的负 先来焊接XT60的电源线 预留合适长度 可靠焊接 接着焊接电条供电线 注意 红线对着分链板的正极 黑线对着负极 电条线材焊接整理完毕 接下来把分链板的所有供电端都引出来 首先找一根两拼的线材 用作图传供电线 图传是12伏供电 把线接到分链板的12伏位置取电 碳接5伏供电线 主要为非控遥控器接收机供电 强调 供电电线极性 红色接12伏 黑色接GND 红线接5伏 黑线接GND 首先需要4颗空心尼龙柱 作为分链板和非控之间的隔离层 非控板参考放置方向 最外侧是GND 对应的是5伏负极 这里也是负极 中间是5伏正极 最内侧是遥控器接收机通道 最内侧是PWM信号输出通道 接电条信号线 下面焊接非控5伏供电线 接着将各个电机对应的信号线焊接到非控PWM通道 一支4号电机分别接PWM信号一支4通道 黄色是信号线 中色是GND 一号电机电条 接入第一通道 二号电机电条接入第二通道 四个电机对应的电条线正确接入即可 下面介绍接收机的安装 这里用的是瑞士凯的D4R接收机 D4R是4通道接收机 支持PPM信号 稍后以PPM信号 接入为例为大家介绍 RC4接收机1-8通道输入 使用PPM信号只需要对应接入RC第一通道即可 PWM信号接收机 PWM信号接收机如果是6通道接收 相应接入RC1-6通道 如果是8通道接收 则全部汉码 黄色线是信号线 红色线是正弧 黑色线是GND 可靠焊接三根线 对应插入接收机第一通道 非控使用PPM信号时 可以支持多色灯配置 BBBboard210灯板需要5V供电 第一个引脚是正极 中间引脚信号线 第三引脚负集 根据对应的线续正确焊接LED灯板 将信号线焊接RC第五通道 正确可靠焊接 下面介绍摄像头的安装 首先将摄像头镜头拆下 镜头注意防尘 然后将固定的镜头圈 往外多旋几圈 大致9圈左右 接着来安装领柱 在碳板中找到这两块板材 摄像头可以通过碳板扇形 不同位置卡位 建设设设设计 建设安装到第四或第五格 接着将摄像头安装机架底板 摄像头线材的安装 3PIN插到摄像头 对应的白色底座 最内侧是12V正极 中间是GND 外测试视频输出线 接着固定飞铺 接着固定飞铺 下面介绍安装图传 4PIN的线插到左边的端子插座 绿线对应的是视频输入线 黄线对应的是VCC 黑线对应GND 红线对应的是音频输入线 DB4的210没有用到音频 所以红线可以不用去接 下面介绍图传接线 3PIN的线是摄像头的信号线 2PIN线是图传的供电线 然后把摄像头的信号线 和图传信号线相应的焊接 图传黑色线对摄像头黑色线 绿线对黄线 黄线对红线 可靠焊接并绝缘处理 将图传固定机架底板 安装图传天线 首先将接收机用双面胶固定 安装灯板固定小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電池鋪鑊 鋪鑊 鋪鑊分正反鋪鑊 将标有5×4.5R的奖页对应安装在红色帽子电机 将标有5×4.5R的奖页对应安装在黑色帽子电机 紧固电机子弹头 CleanFly进行测试一下奖页是否能正常旋转 3号电机转向出现了错误 只需任意交换电条和电机相连的两根接线位置即可 BBBorder210奖页机的组装介绍到这里结束 谢谢观看